上兩集介紹了環保處陸上和海上的海岸監察工作 今集本鬼跟大家講講新科技 就是用航拍機進行空中監察 等本鬼帶大家去馬鞍山海星灣 直擊航拍機隊的海岸監察工作 主機師會透過電腦程式控制航拍機運作和進行拍攝 另外會有一位副機師和一位觀察員協助觀察航拍機的飛行表現和現場安全情況等等 程序化的航拍監察可以確保每次拍出來的相片都是同一個角度和位置 靈活應用航拍機令到海岸監察更方便快捷 而且拍攝視野更廣闊 尤其在小島、牙岸以及同一岸灘上部分難以步行到達的海岸位置 運用航拍機監察就有一定的優勢了 岸灘不同位置的相片還可以配合成全景影像 有助監察人員就海岸的整體清潔情況作出評分 不過有些位置就不適合安排航拍機監察了 例如航拍機禁飛區或者接近民居和建築物的地方 所以海岸監察工作仍需要配合傳統的實地監察方法互補不足 介紹完環保處海陸空的海岸監察工作 想知道本櫃在最後一集會說什麼? 就要繼續留意我們啦!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